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高价格并不是阻碍iPhone销售的关键因素 但是新iPhone在创新方面微乎其微 所以其高昂的价格难以支撑其销量 所以在iPhone X系列上市之后价格就出现了直线下降的趋势 如果说iPhone X Max凭借着大平和双卡双大的创新 还值得让人购买 但是作为iPhone X的升级版的iPhone X却没有任何的亮点可言 所以这款手机的价格降得最凶 从第三方给出的包价情况来看 iPhone X64GB和256GB版本 降价相对没有那么狠 倒是512GB的版本降幅最大 最高已经达到了1700元的降幅 同时从配色报价来看 新的金色配色并不是很受欢迎 虽然有消息称iPhone X和iPhone X Max的销量超出了预期 但是能毫不犹豫花上万元来一款手机的还是少数 而且随着国产手机的质量提升 更多的人还是考虑购买更学会的国产机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今年新iPhone的特点实在是太少了 目前iPhone X系列才上市两周左右的时间 就已经爆出了屏幕 幸好充电 续航等多方面的问题 这也让一些考虑入手的用户有些犹豫 此外 在10月份还将上市一款性价比更高的iPhone XR 不少买不起iPhone X的用户 也都在等着款机器 相信随着双十一的到来 iPhone X系列还将会迎来新一波的降价 如今面临iPhone X系列的疯狂降价 你是不是又觉得买早了呢 那么iPhone X降价幅度如此之大 你会考虑入手吗 iPhone X系列的疯狂降价 你并且把话证明了 你被误狂降价 你不过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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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